天气一热就没胃口 那就像我这样来一道 开胃爽口 下饭还下酒的 炕饭豆芽 首先准备500g的黄豆芽 放在清水中 给它清洗干净 接下来锅中加水 放入少许的盐 再来点色拉油 这样煮出来的豆芽 颜色才会炫亮 所以开以后 下入我们洗干净的豆芽 接下来关键点来了 加入20克 我勺中在玩意儿 可以起到煮出来的豆芽 脆而不软 还可以有效地去除 豆芽的嫩臭味 看到这里的朋友 可以评论区留言 猜猜我放的是啥 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豆芽也不需要煮太久 酒开以后 再煮个十秒钟就可以了 煮熟的豆芽 我们用肉枣给它捞出 倒入冰水中 给它积凉 积凉以后 给它控干水分 装入一个祖传的大碗中 再来点蒜泥跟干辣椒段 一勺热油 呛出辣椒和蒜泥的香味 接下来再给它来点香菜感 不仅可以搭配颜色 还可以增加它的香味 接下来进入尾生 碗中来点蒜泥 少许的蚝油 两勺生抽 一勺盛酥 这个是万能拌料的标配 再整点白糖跟味精提鲜 再来一勺辣椒红油 少许的芝麻香油 再给它以180mg速度 搅拌均匀 淋在豆芽上面 再用双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这小菜它就妥了 赶紧收藏起来吧 每天一道特色美食 关注我呀 总有一道适合你 酸辣黄酒 开胃下饭下酒 有了这道菜 我来喝两瓶白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ay. -